我答应过你们,我会给你们介绍一些勾股定理的知识。 所以现在,我给你举几个勾股定理的例子。 好了,我们准备开始吧。 比方说,我有一个三角形。 这是一个挺难看的直角三角形。 算了,我重新画一个吧。 如果我要告诉你,这个边是7,这一边是6,我想求这一边是多少。 那么,我们回想下,在过去的视频里,这个三角形哪条边是它的斜边? 嗯,这里是一个直角,它所对应的边是斜边。 所以我们知道了,这条边就是这个三角形的斜边。 从勾股定理知道,6的平方加上7的平方等于斜边的平方。 它们用C来表示斜边,所以这里我们也用C。 36加49等于C的平方。 36加49等于85等于C的平方。 或,C等于根号85。 画简是大多数人认为最困难的部分。 根号85。 我们需要找到85的因数。 它有没有一个完全开根号除尽的数呢? 85是不是被4整除? 不会。 所以,它不会是16或4的倍数。 85除以5呢? 不,这也不行。 我不认为85可被分解为一个完美的平方根。 我想不出什么数了。 所以,可能是我错了,你可要纠正我。 这可以更好地锻炼你的计算技巧。 但我想,根号85已经就是我们要的答案了。 所以,这里的答案就是根号85。 如果我们真的想知道确切的数值, 让我们想想看。 81的平方根是9,100的平方根是10。 所以,它应该是在9和10之间。 它可能更接近9一些。 它应该是9点多少多少。 这需要实际检验下,看看是否正确。 好了,让我给你出另一个例子。 我们说,这是10。 这是3。 那,这条边是多少呢? 首先,让我们确定我们的斜边。 我们的直角在这里。 所以,直角所对的边就是斜边。 同时也是最长的一边。 因此,10的平方等于其他两个边的平方之和。 这是等于3的平方。 加上这个边的平方,我们称这个边为a。 加a的平方。 那么,100等于9加a的平方,或a的平方等于100-9。 a的平方等于91。 a等于根号91。 根号91,我不太肯定。 3好像也出不进。 我想,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东西。 再给你出个例子。 其实,这一次,我要给你出的题带点别的东西,用来迷惑你们。 因为,我觉得你们都太聪明了。 这个对于你们有点太容易了。 比方说,我有一个三角形。 再一次强调,我们现在处理的都是直角三角形。 不要什么三角形,上来就勾股定理。 除非你能证明这是直角三角形。 但这个例子,我们知道这是直角三角形。 如果我告诉你,这一边的长度是5。 然后告诉你,这个角度是45度。 你能求出这个三角形另外两条边吗? 我告诉你,为什么这里我们不能直接使用勾股定理。 如果有一个直角三角形,而我们知道的两边,我们可以计算出第三个边。 但在这里,在这个直角三角形中,我们只知道其中的一个边。 所以,我们还不能计算出另外两条边。 但也许,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额外的信息,就在这里,这个45度,找出另一边。 然后,我们就能够利用勾股定理了。 我们知道,一个三角形的内角合等于180度。 我认为,你已经知道一个三角形的内角合等于180度了。 如果你还不知道,那就是我的错,因为我没交给你。 我们知道,它们加起来是180,这个角度是90,这个角度是45。 所以我们说,45加上,假设这个角度为x,这个图已经让我画乱了。 45加这个角,是一个90度角,加90,加上x,等于180度。 这是因为,一个三角形的内角合等于180度。 我们得到,135加x,是等于180。 两边都减去135,我们得到,x等于45度。 有趣吧,x也是45度。 所以,在这个三角形中,我们有一个90度角和两个45度角。 现在,我要告诉你一个定理。 我不知道,这是不是用它的发明者的名字命名的。 就是,如果有一个三角形。 我画一个三角形在这里。 这里,两个底角相同。 我说的是两个底角。 我是说,如果这两个角相同,姑且称它们两个为a吧。 那么,这两条不是这两个角的公共边。 它们分别在这两个角的两边,对不对? 这两个角相共有的这个边。 而这两个边,不是它们共有的。 我们知道,如果两个底角相等。 这就是等于一样三角形。 这两边也相等。 我忘了我是否和你们讲过这个。 也许,我会在不久的将来,在另一个视频,再向大家介绍。 我很想让你知道,但我忘了这个定理的名字是什么了。 它肯定是正确的。 如果这两个边相等,这两个角必定也相等。 或另一种方式去思考它。 如果你改变角的度数,这两边的长度也会发生变化。 希望不会把你弄糊涂。 但是,你可以直观地看到,如果这两个边是相同的,那么这两个角度也同样是相同的。 如果你改变了任意一边的长度,那么角度也会将发生变化。 或者说,角度不再相等了。 我会留时间让你消化。 现在,如果俩角相等,且两边不是它们共有的边,它们长度相等。 一定要记住,它们不是共有的。 因为,如果是这样,它们就不一定相等了。 回到我们刚才的例子,它们俩都是45度。 这意味着,这两条边是相等的。 因此,这一边是等于这一边。 这题开始,我们就知道,这一边是等于5的话。 我们知道,这一边一定也等于5。 现在,我们就能使用勾股定理。 我们知道,这是斜边,对不对。 所以,我们可以说,5的平方,加5的平方,等于C的平方。 其中,C是斜边的长度。 5的平方加5的平方,这是50等于C的平方。 然后,我们得到C等于根号50。 50可以分成2乘以25。 所以,C等于5倍根号2。 有趣吧。 我想,在这里,我可能已经给你很多信息。 如果你还感到困惑,也许你要重新再看一遍这个视频。 但在下一个视频,我想我会为你介绍更多的,有关这位三角形的知识。 它实际上是一种很常见的三角形。 你会在几何和三角函数中看到,利用它是45,45,90度,可以计算出三角形的大小。 如果给你两边,甚至可以直接使用勾股定理。 好了,今天就到这儿了,下堂课见。 再见。 再见。